一年365天 每一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小诀窍 就是我们判断对方发球的速度跟旋转的关系 通常我们在准备揭发球的时候 把拍子放在这个位置 当对方过来的球的速度比较快 比较顶 比较崩 这个球是上旋球 当对方过来的这个球的速度比较缓 比较慢 比较飘 这个球是下旋球 因为上旋球的旋转 它是这样子走的 下旋球它是反过来的 所以说的话 它的旋转是绝对不一样 它的速度也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飘的球 一定要多加 主观上要知道它是下旋球度 因为它击球的时候偏移球心 我们看到这个球 蹦得比较快 往前一直往朝整我们走过来的 这种是上旋球 所以说的话 当我们注意去盯球的时候 从速度上都是可以判断来球的旋转的 如果听到这里 您听明白了 请给黄河教练一个 点赞 评论 关注 转发 谢谢您 每天晚上八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 跟大家交流更多的乒乓球技术 欢迎您到我的直播间 跟我互动